不要亂出 向盡力堅持 不要亂出 向盡力堅持 不要亂出 向盡力堅持 周杰倫一身黑衣搭配金色鎧甲妝 加上舞曲賣力熱舞 嗨翻全場歌迷 接著周董大秀琴技 彈Keyboard 唱琴歌 我要互相對 有人要 超前Keyboard 展現天王魅力 但當他彈鋼琴時 卻被歌迷抓包 白色鋼琴上三大段歌詞 貼在周董面前 小字密密麻麻 周杰倫還邊唱邊偷瞄小抄 這個舉動讓粉絲笑翻 但有粉絲緩夾 畢竟周杰倫歌詞創作 將近370首 難免記不住 17號上海演唱會 還有另一個亮點 就是周董的兩歲兒子羅密歐 這間羅密歐背對鏡頭 專心看老爸表演 小手拿著愛心燈揮個不停 但頭上卻戴著全照式耳機 讓周董忍不住PO文發問 為什麼媽咪要給小孩戴耳機 有網友推測 是昆琳擔心演唱會聲音太大 會影響兒子聽力 周杰倫出道20年 巡迴演出從上海起跑 連辦四場演唱會 吸引4萬4千名粉絲 彈琴喵少抄 兒子戴耳機聽演唱會 這些幕後花絮 也成了歌迷討論話題 謝謝上海綜合報導